好 那麼邦交娃要掉了嗎 圖瓦魯 圖瓦魯差點被海都 可能淹掉的國家 因為他駐台灣的大使 這不是亂講 大使講 因為他跟我們有邦交 所以有大使 這個大使叫做潘恩紐 他說有來自圖瓦魯的消息 人是告訴他 圖瓦魯仍然告訴大使 告訴駐台灣的大使 說圖瓦魯可能在1月26號大選以後 跟隨諾魯外交轉向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為2019年大選以後 北京在當地積極活動 所以基本上他們新的 就是可能總統選有新的候選人當選 這個大使曾經做過圖瓦魯的總理 做過圖瓦魯的總理 所以你不要看 說地方很小 大概是做完總理以後 好 現在來做 顯然做台灣大使還不錯 圖瓦魯在中間左右 希望左右逢源 兩邊都要到好處 圖瓦魯面積只有26平方公里 全世界面積是倒數第四的 小嘛 人口1萬1204人 也是全球倒數第二 對台灣出口124美元 不知道什麼東西 124幾條魚還是什麼東西不知道 從台灣進口181萬多美元 是比較多 甚至還有1萬 對台灣出口只有3千多塊台幣 所以它東西都要靠進口 主要的收入是魚類資源很豐富 所以收取你要去捕魚什麼叫 給我錢 我去過那裡 你去過土阿魯 土阿魯在這裡 我是沒去過 巴布朗 紐吉利亞在這裡 萬納杜 然後澳洲 所以他們其實以前都是以澳洲 馬首勢占 但現在也不太管澳洲 另外我們南太平洋友邦很多 都是氣候難民 隨時會被海水吞掉 可能會被海洋滅國 我們看一下 台灣會跟土阿魯 選前安撫友邦土阿魯 只是如今斷交警報再度想起了嗎 因為澳洲媒體澳洲人報駐台記者Will Glasgow 20日頭版標題下 憂心土阿魯恐轉向承認中國 還專訪土阿魯駐台大使潘恩紐 大使坦誠有輿論 擔心土阿魯可能會效仿諾魯 在下週選舉後轉而承認北京 土阿魯將在1月26號舉行國會選舉 台土兩國關係建立在自由民族法治人權的普世價值上 雙方珍惜彼此的堅定友誼 未來也將在各領域中持續強化合作 曾當過土阿魯兩任總理的潘恩紐 專訪中呼籲澳洲籍盟友和夥伴 必須密切關注局勢 並加強對他們的支持 而自2019年起 北京一直在土阿魯高度活躍 台灣原住土阿魯也不少 不只捐贈醫療防疫物資 近年來也協助部件全境4G LTE通聯系統 這是台灣土阿魯海洋科學及工程研究中心 甚至幫忙蓋首座國會大樓 2019年9月 台灣曾一週調了基里巴斯和所羅門群島 中共挖走諾魯 則選在2024年大選後的星期一 如果對土阿魯也虎視眈眈 時間點會否挑更接近520前後 好展現最大的施壓力道 為防斷交骨牌效應 第一線外交人員拼全力捍衛 好 那麼當時諾魯就是 蔡英文任的第10個國了 那如果我們現在剩12個 如果土阿魯再拿掉一個 我們剩11個 所以來 你去過那邊了 我去過 我是2010年 那時候跟馬總統去外交訪問的時候 我當新聞局局長 我記得我們先去馬少爾 然後很快又去 剛剛講的基里巴斯 然後諾魯 土阿魯 這是一般我們去不了 去不了 然後為了去 我記得為了去土阿魯 我們還換比較小的飛機 沒有辦法所有的人都去 那個飛機大概只能坐 大概不到100個人 因為他們的機場的那個長度 還有那個硬度不夠 小飛機 所以大飛機沒有辦法承載 那個地面 跑道沒有辦法承載 的確是一個很 相對很辛苦的一個國家 人口也很少 然後全部都是漁業 然後都是靠援助 然後剛剛提到旁邊那個澳洲 他們幾乎很多都是靠澳洲 我們在南泰 我們的邦交國群 除了中南美以外 另外就是南泰 南泰分兩股勢力 一股勢力就是受美國影響 像馬薩爾 柏柳 這都是受美國 美方勢力影響範圍的 澳洲勢力影響範圍 就是像諾魯 像圖瓦魯 還有索羅門 最近會出現這個變化 其實2019年的索羅門 破口是有關係的 索羅門斷了以後 你就注意後面整個破口就來了 索羅門為什麼斷 我必須講蔡政府真的要負責 因為這兩岸關係處理的問題 所以把中美對抗 因為兩岸關係沒有處理好 其實造成了今天美澳的壓力 因為美國跟澳洲的四義範圍 它是讓你中華民國在這邊 鞏固了幾個邦交國 其實也某種程度上在幫他們 鞏固整個的安全防線 索羅門破了之後 老共進去了 老共進去還有軍港什麼 還有包括接下來就是經濟援助 所以周邊國家就會藏到 經濟跟建設的援助就來 所以產生現在這個骨牌消息 好不好 除了圖阿魯以外 大陸說要再砍關稅減讓 點名34個農漁業產品 EGFA 所以甚至EGFA不排除中止 大陸官媒說不能讓民進黨 享受紅利又違反規定 我就看違反什麼規定 違反EGFA的規定 EGFA它基本上也是雙邊的 就是我讓你 你要讓我 但是我們這邊就是 你讓我不讓你 那你算了 睜著眼逼著眼算了 現在就覺得說 你民進黨享受了紅利 還不遵守EGFA的規定 既要享受EGFA的紅利 又違反EGFA跟世界貿易組織 WTO的相關規定 所以他們在考慮要不要 就把它停止 洪孟凱的國民黨委員說 好吧 你大陸就算 民進黨不應該商極無辜 農民 漁民 多可憐 已經滿慘了 還跟你們這樣 另外大陸的極右派 這個羅元 強硬派 他說台灣問題要做最壞的打算 大陸絕不手軟 所以現在看有人要和 有人要戰 來 廷菲委員怎麼看 其實我想現在 可能中國會做了一些動作 從外交或是在我們的 所謂的一些經濟的議題部分 我覺得現階段不論是行政院 包括外交部 包括我們的經濟部 相關的農業部 都應該要有所態度 我覺得不應該是等到說 中國有動作了 或是中國有宣布了 然後我們再去做相對的因應 我覺得都太慢了 我覺得我們就是應該很確定的 有可能他會怎麼做 我們準備起來在那邊放 就是說我們要怎麼做因應 怎麼做配套 我覺得可能比較重要 否則我相信他要斷幾個邦交國 對他來講說真的 他就是金錢外交 他就是用這所謂的金錢的 一些禁竹 可是台灣沒有辦法 台灣沒有辦法去做這樣的禁竹 我們台灣人民也不允許我們的政府 去做這樣的一個禁竹工作 那你說為了要去 雇這些邦交國 然後我們不斷的堆疊金錢的 這樣的一個所謂遊戲 然後我們加上去 然後中國再加上去 我覺得這沒有意義 所以要離開我就想離開 可是我們該怎麼去面對 這些民主國家的大國 包括美國 加拿大 日本 他們也一而再再而三強調 台灣在整個所謂的第一島鏈 是民主聯盟當中 已經是不可或缺的 包括蔡英文 她現在是當選了2023年的 這個女性的最大影響力 第30名 這當中她所得到的 最大的評價就是說 台灣在這個蔡英文總統的一個 主政之下已經變成了 不可或缺台灣民主國家 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我們更應該大步走向前 對於這個ECFA的部分 我覺得這是遲早 一定要面臨的一些問題 我覺得行政院經濟部 農業部有相關的單位 就應該態度擺得非常清楚 我們要怎麼做陰影 怎麼做配套 這可能更為重要 我認為其實未來真正的兩岸議題 與其說是海峽兩岸 倒不如是太平洋兩岸 也就是如何在美中之間 獲得平衡跟保護台灣最大的利益 這是我們應該著眼的點 其實我以前在外交部的時候 就常聽過一句話叫 弱國無外交 或者聽過有一句話叫 以大事小 人 也就是大國對小國要有一個仁慈 以小事大 智 以小國對大國要有智慧 這個事不只指的是敵對 而是像是合作建交也是充滿著需要 這種進退之間的智慧跟盤算 圖瓦魯本身就是很明顯的例子 我嚴格講起來 如果我們用圖瓦魯 我們不知道什麼地方 剛剛還講說他們對我們的 才賣124塊 但是如果把它比喻成 南太平洋的古巴 大家可能就比較有感 圖瓦魯跟我們1月15號 斷交的諾魯跟Fiji 剛好三個是在義大聯盟中間 最主要成員澳洲東側 如果說大陸跟他們建交之後 他們可以順理成章 透過兩國邦交協議 在當地上做出 針對性的軍事佈置 換句話說 他們去跟他們建交 他們決定要跟他們建交 不是因為台灣 而是因為美國 他們決定要在這邊做軍事佈局 然後對我們台灣來講 其實對我們來講 一般民眾是無感的 我們減損兩個邦交國 我們一天到晚在減邦交國 我們也說這是金錢 有說我們好棒棒 沒有說我們金錢外交 所以這是不會造成 所謂的信心危機 因為我們已經斷太習慣了 但是對於全球的佈局 尤其是兩岸的佈局 太平洋兩岸的佈局 怎麼樣我們在美國 怎麼樣我們利用美國的勢 保護我們自己 怎麼樣我們讓中國不要太誇張 不要讓對我們的威脅 不要太明顯 這我認為是說 在未來整個執政單位 不管是我還是我們整個中華民國 最需要去注意到的地方